进展我们感到非常的满意 我们来看双方的是中国新征贷 双方都是并且呢 他们的技术都非常先进 许新在这次拼超 截至到目前为止呢 他的单打胜率是19胜6负 排在第三位 也参与网络娱乐互动合作伙伴 所以这个许新跟延安这个球路 是完全不一样 一个许新是直拍 延安是横拍 许新以正手跑动 以这种连续拉的实力取胜 延安就是在前几下来说 作为延安来说 可能从球路上前几板 能够对许新造成一定的限制跟制约 关键许新想赢球 关键许新想赢球就是在你前面不输 你能顺利的过渡到你主动进攻上 你比如这种球 玩的话就比较困难 就是你快中加快 如果打成许新许新的进攻的空间 变化会更大 哦 漂亮 拉直线好球 比赛打球也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老道 是 这种球的难度都是很大的 一般的球 跟许欣形成中台对拉的话 你很难形成这种局面 所以从 我记得两次战胜王立琴 两次战胜马林 同时呢还战胜了很多奇 其实这球又有一点微微的擦网 被延安抓住了机会 这样12比10 延安呢先胜了第一局 我们还是请李小冬 这场球他还是做了一些调整 作为许欣来说 他对这种打法也都不错 缺的还是这种技术的含量 所以他现在我作为觉得 许欣的成长 他也是有很大的空间 但是也有很大的困难 因为他也肩负着中国 纸板运动员的这种接班的这种中任 现在都有像样的 现在目前出道的纸板只有许欣 所以刘国辽联 具备王浩这种反手拧拉 跟出台以后 尽管把这种心理速度 完美了 跟中台正手连续拉的这种 也是一种最先进的打法 但是许欣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咱们说起来容易 太难了 其实太难了 你像马林的这种 但是有一点就说的 我王立琴说是利的对抗 那的确王立琴打似是利的 许欣说李小冬我成天就算了 意思说什么就是许欣在这些环节上 马林这些优点的环节上 平常没有用太多 自己的东西 或者是他的悟性天赋 融合在于再加他的努力 总之呢我在所有横板的前面 所以这就有点困难 就是许欣就在前探 你看看就在节奏 以使自己的打法 给对方更大的压力跟威胁 风格打呢 他又其他作为直排运动员 他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得分的办法 其实他1比3半 他必须打出这个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小将延安 他的这个场上非常灵气 好球 这把横拉 他也有点困难 因为这延安的判断跟条件能强弓 或者是这种反弓的能力又不是很强 他到了后边的话 包括你看他上手的话 他都是一种慢节奏的 比较多 好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回到拼朝联赛的半决赛 甚至在拳队都是不错的 他防 在凶狠的情况下 还有命中率的保证 这个人优点打就不合算了 你随许新来说 国梁老说一句话 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 你要想打出一些好球 你都有一些冒险的出色 比赛当中 或者也是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就说的 你有可能 刚才我们也看到牛建峰 他正手位突破 但是往往在比赛当中 就我知道 需要从正手位突破 可是我不敢 对 所以你真的 你看这球给到正手之后 他一板勒过来 你不好防御 所以这对于自己来说 这个防守的压力 会非常大 许新就有机会 正手能够缓过来 你看这种快缩都是非常好的 他这种快 从整个思路来说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是输给了霸州队的崔庆磊 这样八一队就1比0 0比1做后 好 漂亮 这个延安的正手法拉直线 许新是先上手 我们看到这个延安的动作 好像特别轻巧 特别这个动作简单 有力 开始打进台这种 远台因为需要动作更大一些 好 我们还是要做休息一下 继续回到冰淘连赞 好了 是 马林药这种机会肯定夹了 先争抢先发动 好的 第二板 第三板 拉反手 拉住 好球 转抢 转抢 哦 漂亮 它的一种 拧了一下 对 也是一种创新 这个接发球能够达到这种接发球进攻 他这个还不能 这个球 其实现在电视上播的这个球 就是延安最典型打许新的球 掉正时候打 漂亮 又打的不是很投入不是很尽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有个领先的局面一定要抓住 因为你打到三局他还领先 必须得压着对手 对 8比9 9比8 来看这个发球 好打 天松后紧 这个紧是紧张的紧了 9比9 抢了 漂亮 哎呀 接发球用直板 所以你掉正回答反手就手里很难破 漂亮 小将延安在第四局 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 3比1 战胜了许新 为八一队扳回一分 双方呢在前两盘的单打就战成一平 2 2 3 1 2 3